为了促进社区安全 让社区的治安来做提升 由市府专业辅导团队所集结的警政消防 还有家防各个单位的人才 是前往了金山区六谷里来进行治安辅导访式会议 而在六谷鼓掌来简报里内的治安座位后 而由专业辅导来给予改善的建议 而为六谷里所营造出更加安全的社区环境 为了促进社区的安全 让社区治安提升 由市府专业辅导团队集结警政消防家防各单位人才 以及社区治安标杆社区如州区的水南里长 一同到金山区六谷里进行治安辅导访式会议 由六谷里长简报里内治安座位而专业的辅导团队 于简报之后给予专业的改善建议 非常感谢我们警察局辅导访式团队 今天特地来主导 因为我们是里面完全是专家 难免有些缺失小弟会加以改善 六谷里长简报平时 于社区内居民寻守队派出所 共同巡视维护里内治安 而标杆里长也在听取简报后 与专业的辅导团队 一起给予六谷里社区治安提升的建议 期待在互相交流学习之下 可以为六谷里营造出更加安全的社区环境 非常有帮助 我刚才已经在强调过 因为我们是老人基督 利用这个七块 尤其现在在强调黄报 黄报这个七块也要做 防毒 防诈骗 这个是说我们要做的重点工作 六谷里长感谢辅导团队 转业建议让六谷里与社区的治安 有进步的空间 尤其里内人口结构以长辈为多数 因此也针对银法族的防暴 防诈骗等工作特别加强 并且也针对脆弱家庭 弱势家户多加关怀 借此要营造温馨友善的社区环境 治教品和金山采访报道